老师傅手艺拉 犹如巨型猛兽的龙胆石斑 从水中甩到货车上 这是屏東方辽行龙社区 全世界第一个开发龙胆石斑苗的地方 除了出口外销 也开始推附加产品 废弃鱼林提炼精华 产学合作后推出面膜 精华液乳液等全套保养品 主打满满胶原蛋白 从一年五百盒面膜 到现在跟饭店餐厅合作 外线市参展 保养品的产值 渴望上看一年百万元 本来要丢掉的鱼林清洗过后 经过熬煮五小时 释放胶原蛋白成为食材 做成提拉敏酥或是冰淇淋 结合芳山特产艾文芒果 村庄也推出渔夫体验行程 每年的游客数三千人 加上保养品全部的额外产值 达到三百万 而石斑鱼都是活体出口 面对中国可以打压 其实真空包装技术已经准备好 就等待欧美市场突破 石斑鱼大概都出口中国跟香港比较多 那如果冷冬的 他们就比较不喜欢 那其他国家应该可以 看他们的接受程度是怎么样 真空包装的石斑鱼 目前以内销为主 Q弹鱼肉加上凤梨 煮成特色火锅 口味十分在地 藉由龙胆石斑故乡 小小社区开发商品的经验 在这次被禁书中风波 业者也期盼转型 告诉大家台湾的龙胆石斑 已经准备好了 三选朱俊杰湖心股仙屏东报导